今天整個都燒死了 趕緊呼叫家人遠離 因為對面住宅裡頭 發生熊熊大火 火災危止就在小巷內 害怕火勢持續延燒 附近鄰居馬上報案 沒多久之後 消防隊員趕抵現場 不惜水線灌救 情況十萬火急 也嚇壞隔壁出戶 我也沒有看時間 我以為有人在施工 睡夢中隔壁鄰居家中濃煙四起 回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六號凌晨三點多 海中市大理區一處民宅透天措 突然發生火警 裡頭住有一家三代 由於屋主陳先生住在一樓 自行爬出向鄰居求救 屋主太太 兩名兒女 以及孫子兩人通通受困在屋內 救出時已經歐卡 女婿因為不在家逃過一劫 初步研判疑似是因為使用電軟用品 導致起貨 屋主陳先生行動不便 站起來都需要別人攀扶 平時靠輪椅代步 萬萬沒想到過年前 一把貨燒毀一個家 釀成無法挽回的仁倫悲劇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說新聞給你聽